然后启动停止加速 紧速 然后点动 然后这个是微调 五湿 然后这个是往往负五湿 这个两个方向 然后这个是调半个毫米的 如果目测已经大于半个毫米 大概有一个毫米或者二十个毫米或者八十个毫米 我直接在这个里面需需数字 大便我现在是往前二十是吧 我直接需个二十 然后按这一段 它会这种调整 好了 到你那时候已经调整完成了 然后它已经往前面走到二十个毫米 然后如果我要往后大概多少的话就是数字就自己 就自己需 然后负 我要往后的话就是负 然后一个负数 然后一个二十 这样确定 OK 然后自己开整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这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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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 不用 不用管它 对 视觉 把 它这边有软点 然后软点大概 对视觉的 这个相机的中心里 位置差不多 就把它布定起来就好了 然后再打自动 停机的时候 它有一个 我屏幕上面有一个自动 自动上来停机的话 它这边离合 然后网关的离合 它自动会拟 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手动 手动就合起来 你看 你看 这个是手动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板温放下去以后 然后我 机器里面有个自动开启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去管它的离合 所以这里一般都是不用 然后平时只是会操作一个润膜定机 让一个润膜定机弄它断起来就别了 润膜定机就让这里算 对对对 就往外托车往外断起来 然后这个是锁板的一个动能 就是要拆它的时候 对要拿起来这个锁板 然后把它按一下 然后就可以拿 然后这个锁度你就拿不开 中间这个网罐呢 网罐它是一个网罐离合 一个离合 我停机的时候它必须得离掉 不然的话我这个再转它 两个挨在一起 那这个一般都是自动的 自动的 其他没有